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陪元英,你去不去? 过一阵子木兰围猎,你要是不愿意替我去送东西给太子殿下,到时我就扒了你小娘的皮做风筝。 扒皮两个字眼,深深刺痛了我,让我猛地惊醒。 上辈子太子听闻击鼓之声,匆匆从东宫而出,赶往裴府好说歹说,劝慰我的嫡姐裴云书。 裴云书方才甜蜜蜜地应了,而我,被即刻扣押,为着那莫须有的损害皇家颜面的意图,在慎行司里折磨了三日三夜。 最终皇帝虽为责罚裴家,却为以警校游,直接扒了我的皮,重塑登蚊谷,警告天下人。 扒皮抽筋,真疼啊。 可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我定神,瞧着眼前的裴云书。 他踩着小娘的背,笑得十分无所谓,似乎是料定我不会拒绝他。 是,我不会。 前世不会,这一世更不会。 于是我从善如流跪地磕头。 嫡姐的要求,原因一定满足。 裴云书满意极了,一脚踹开小娘,走过来拍拍我的脸。 你就是我身边的一条狗,可别会错了意,做错了事。 裴云书在京城,端帝是大家闺秀之首的名号。 他要脸,做不出私会外难这种事,于是他便逼着我不要脸。 人人都道,太子看重他,爱重他,前世登文古那一遭之后,这种言论更是甚嚣尘上。 这就是裴云书想要的结果。 我闭上眼,回忆起作为一旅游魂时,那些所见所闻,确实令我这种规格女儿惊骇不已。 兄弟戏强,夺敌纷争,你死我活。 恍然间想起,这偌大的裴府,一夜之间被查抄殆尽,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斩首的画面。 至于早已成为太子妃的裴云书,被当时焦头烂额,只得明哲保身的太子,毫不犹豫,一杯毒酒送上了路。 看重,爱重,我忽然笑出了声,小娘担心我受了刺激,颤微微地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 我摇头,表示无事,木兰围猎,我会去,登文古,我会敲。 但这一次,敲的是她的丧命古。 父亲若是想保命,五日后险周之行,务必告病推辞。 我跪在地上,声音毕恭毕敬,甚至埋着头,不敢抬头看她。 举止之间,恪守一切庶女的本分,说出来的话却是大逆不道的。 至少在我的父亲裴光河看来,我这个庶女是反了天了。 你可知,五日之后险周之行,是为严查险周渡虫,而与我同行的,是你嫡母的包凶梦事,与陪家关系甚好。 我依旧埋着头,正因为如此,所以父亲不能同行。 上手传来一阵极具威严的冷笑,你的意思是,与孟家同行会害了我的性命。 我冷静答道,是,父亲,险周墓。 我话没说完,上手传来一阵急切的脚步声,然后我被踹翻在地。 混账,你敢诋毁你嫡母的母家? 我平日里真是太纵着你们这群混账了。 这一脚用了十成十的力气,我倒在地上捂着心口,缓了很久才缓过劲。 太子妃册封旨意即将下来,父亲早就绑在太子殿下的船上了,不是吗? 裴光河没有说话。 我自顾自道,险周墓,是拥王的人。 险周的渡虫,查不清,也查不晚。 查下去,是会死人的。 你与那位孟将军同行,死得只会是您。 又是一生中气十足的放肆。 在他下一脚踹过来之前,我快速出声。 父亲以为孟家与裴家一体同心,以为有嫡母这一层情面在,不是。 孟家,是拥王的人,所以孟将军不会死,父亲才会是那个替死鬼。 险周墓多厉害呀,在位十年,早被险周百姓奉为神明将士,掩盖得极其之好。 为庸王在险周幻养兵士,父亲以为,若父亲在险周出世,被污蔑为栽赃险周墓,太子会为您辩解,险周百姓会任您活着回来吗? 这些事情从中牵涉之身,寻常规格女儿连险周墓是谁都不一定知晓。 我却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全都是我前世唯犹魂时的所见所闻,这只是一部分罢了。 裴光河沉默了很久很久,最终还是拂袖,被过身去。 我看你是发了一证了,一派胡言。 我没有证据,空口无凭,他不信很正常。 父亲,快走呀,母亲邀您去瞧瞧我堂弟的文章呢。 是裴云淑的声音。 他跑进来,看见我倒在地上捂着心口,一副十分扫兴的模样。 他伸脚踹了踹我。 父亲,他又惹您不高兴了。 裴光河冷哼一声,他说,你舅父要害我呢。 裴云淑和他嫡母一样,以他嫡母的母家为荣。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语,他比裴光河更不能接受。 他踹了我好几脚,然后气急败坏地招呼扑从进来。 把这个小贱人拖出去给我打二十大板,让他赶乱说话。 我被拖出去之前,裴云淑挽着裴光河的胳膊,两个人要去寻他那位堂弟。 我看着裴光河,声音轻轻,临微不惧。 三日后殿选,太子被设计惹怒陛下,寻考改为雍王。 碳花郎,便是这位,这位裴云淑的堂弟。 父亲,他发昏了,你听他胡言乱语呢? 裴光河眼眸深邃几分,最终还是没说什么,被裴云淑拉走了。 二十大板的命令并未撤回。 好在小娘为了让我保命,把自己从前在乡野间习得的强身健体之术全部逼着我从小习到大。 所以这二十大板没有要了我半条命。 只是我趴在床上,小娘对着我以泪洗面三天之后,放榜了。 我让小娘别哭,去打听打听。 小娘不明所以,还是依着我的话照做了。 我只不过是为了支开它。 我还未等回小娘,一个从未来过我和小娘所居住的这小院的人,却突然来了。 我趴在床上,并没有睁眼。 请父亲恕女儿无法起身行礼。 没有多少惶恐。 来人在我的床边沉默许久,最终缓缓开口。 昨日奠选,太子所穿蟒袍上的龙,由储君之三爪成了皇帝之四爪。 陛下勃然大怒,勒令尽足,寻考当场改为雍王。 我补充,寻考官是有叛卷的权利的。 雍王一向看上去与孟家毫无瓜葛。 也没有人会觉得他逊思舞弊。 裴光盒顿了顿,继续道, 炭花郎确实是孟家小子。 原因,你究竟是如何知晓这些事情, 又如何准确预言的? 这并不符合常理。 以往,对我不假辞色,连多看一眼都懒得的裴光盒, 头一次软了语气。 我睁开眼,与他对视。 那父亲能不去显州吗? 裴光盒犹豫了。 也是,此案若是办得好, 他离入内阁,紧紧一步之遥。 这是每个臣子的梦想。 我继续道, 那位炭花郎重选文章, 名为《建国十四书》, 父亲,可对。 裴光盒的呼吸都急促几分, 因为他知道, 这些文章在放榜后五日 都是机密不会外传, 寻常人不可能知晓。 就连他这个礼部上书, 也是四处搜罗, 才拼凑出来的。 这些日子, 女儿这院子的一举一动, 父亲您都知晓, 不是吗? 女儿可有能耐四处打听呢? 裴光盒动摇啊。 我继续道, 父亲不仅不能去, 还要举荐内阁赐府萧平前往。 你疯了? 萧平是我的政敌, 他若一步登天, 我永无出头之日。 父亲, 不会一步登天, 您等回来的, 只会是他的尸体。 这是我第一次打断他, 可他也是太子殿下最大的助力, 不是吗? 斩断这个助意, 从今往后与王贡天下的, 只有您。 我向他竖起三根手指, 若险周之行结束, 萧平安然而归, 父亲可将女儿剥皮抽筋。 女儿以性命起事, 萧光盒神色复杂, 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最终他指了指我。 记住你说的话, 若是萧平一步登天, 便是你母女二人的死期。 培光盒走后, 我长舒一口气, 其实这般搅弄朝堂风云, 我不熟, 只是前世死后所见所闻颇多, 而如目染罢了。 我的目的很简单, 我要让培云书成为他引以为傲的两个男人手中的弃子。 下一个就是太子了。 培光盒以腿伤复发为由, 请辞显周之行, 并于私底下向皇帝力鉴内阁赐府萧平, 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得到了皇帝的盛赞, 赞他公正不阿, 连政敌都推荐, 但私底下的文武百官谈起这件事, 发出最多的疑问便是。 陪尚书难道是脑子坏掉了? 以至于上朝时, 总会有大臣用异样的眼光看陪光盒。 陪光盒这辈子最好面子, 根本忍不了, 索性直接告假不上朝了。 这段时间, 陪府上下一片阴云密布, 除了嫡母梦氏和陪云书, 没有人得过陪光盒的好脸色。 陪光盒在路上遇见我, 会用阴智的眼神打量我很久很久, 而我只是微笑着扶身。 萧平接下陪光盒的举荐之后, 很快动身前往险州。 萧平年少时, 就是因为彻查了一桩贪墨大案, 而明动天下, 得了皇帝赏识的。 所以这种事, 他有经验。 所以他第一次传回好消息的时机, 比前世陪光盒更快。 说是他刚去险州, 就遇上鸡民闹事, 一番询问, 顺藤摸瓜查到了当地总兵身上。 这个速度让所有人震惊, 消息传回京城时, 没有人会怀疑, 也没有人会想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只听说皇帝龙颜大悦, 重赏萧家。 萧家一时风头无两, 与此相对的陪光盒 被潮得越发厉害, 白给的机会都不要。 而今日好不容易去上朝的陪光盒, 下朝后直接踹开了我的闺房门。 他掐着我的下盒, 直接推开了小娘, 小娘撞在柜子上痛呼一声。 陪光盒死死盯着我, 你有什么头绪吗? 我不紧不慢, 完全没有慌张失措。 父亲, 若是刚去就出事, 雍王是生怕皇帝 怀疑不到他身上去吗? 一席话, 让陪光盒冷静了一点。 既然你如此有把握, 那你说说, 还要多久? 前世陪光盒在险州出事, 其实是在陪云书大婚之后。 但这一次, 萧萍因为有经验, 速度比他快了好几番。 所以我大致估算了一下。 八天, 陪光盒松开了我的下盒。 但愿八天后是他的死期, 不是你的。 第八天的傍晚, 陪光盒再次踹开我的房门时, 我正在被闲来无视的 陪云书行板住之行。 陪光盒与我对视时, 我的嘴角全都是血, 狼狈不已。 其实陪云书是依着陪光盒 对我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 推测自己可以 对我越来越过分的。 但这一次, 陪光盒阻止了陪云书。 姝儿, 你先出去。 陪云书从椅子上跳起来。 为什么? 凭什么? 爹爹, 您以前从来不阻止我的。 但陪光盒连正眼都没给他, 只是重复了一遍, 声音更冷。 出去, 陪云书在骄纵, 也不敢惹看起来很严肃的陪光盒。 于是, 他不情不愿地生气着跑了出去。 陪云书走后, 谁都没有先开口。 但我知道, 我赢了, 所有人都出去了。 陪光盒一直站在原地。 看着我不动声色地起身, 面不改色地擦干净脸上的血。 他不开口, 我也一直按兵不动。 直到我洗干净手巾, 血腥味在水盆里弥漫, 陪光盒才开口。 险周暴乱, 传回京的消息称, 萧平已公谋私, 暗自陷害险周墓, 证据确凿。 陛下震怒, 萧家满门抄斩。 萧平直接死在了险周的暴乱里。 孟家平乱有功, 得了封赏, 如今已是武将之手。 我只是勾纯, 意料之中。 陪光盒却不那么淡定。 他直接冲到了我身边, 原先装出来的冷静, 土崩瓦解。 原因, 为父发现自己, 似乎从来没有了解过你。 你究竟是有何过人的天赋? 这一切究竟是为何? 他审视的目光, 从未从我身上离开。 我朝陪光盒扶身, 不卑不亢, 内心对他十几年来第一声为父, 暗暗吃笑。 常言道, 难得糊涂, 有些事情知道得太清楚, 就不好了。 父亲其实不需要知道得那么清楚。 陪光盒深吸了一口气, 原因, 你若是能为为父所用, 我陪家必将在朝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轻笑, 原因是陪家的女儿, 一心只为陪家光耀门楣, 自然为父亲所用。 陪光盒十分激动, 眼中满是光亮。 原因, 你告诉为父, 想要什么? 我终于抬眼, 直视陪光盒, 我要做太子妃。 陪光盒犹豫了一瞬, 你疯了? 太子和云淑两情相悦, 况且东宫正妃, 只能是嫡出之女。 我却提起了另一档事, 萧家今日满门抄斩, 陛下可遵循了 或不及出嫁女的常例? 当然没有。 前世陪家满门抄斩之时, 十几个出嫁女, 全部绞杀。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萧家身上, 我觉得皇帝的怒意只会更深。 所以, 陪光盒沉默了。 他日雍王东窗事发, 祸及我那位嫡母, 父亲又该当如何? 东宫要嫡女。 陪云淑可以不是, 我也可以是。 至于两情相悦? 哼, 围猎之日。 先前萧家之事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 朝野上下阴云密布, 人人自危, 皇帝每每上朝, 也总是十分肃默。 太子同样焦头烂额, 他最大的注意萧平如今没了, 而态度暧昧地, 陪光和简陋入了内阁。 二人私下来往密切, 太子不知陪家内情, 依旧总是托人给陪云淑带东西, 偶尔碰上, 甚至会亲手赠物。 陪云淑同样不知情。 每每总要兴高采烈, 大肆宣扬一番。 人人都知道, 太子对陪云淑极尽情义, 人人艳羡, 都认为陪云淑做太子妃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终于到了围猎这一日, 陪云淑更是兴奋。 他早早就做好了一条籍带, 要我直接去送给太子。 外人不知情, 直到我是不知廉耻, 连嫡未来的夫君都敢勾搭。 我从前不敢辩解, 如今不会辩解。 我将那条隔带递给太子的时候, 太子漫不经心地接了, 眼中却没有多大的动容。 陪云淑不在当场, 他连装都懒得装。 不远处, 陪云淑的侍女 在悄悄盯着这边, 就是为了看 我有没有什么不轨的举动, 好随时禀报陪云淑。 太子本来准备直接离开的, 我却在他转身时突然开口。 听闻陛下此次围猎的目的, 是为了猎杀那头 在民间传了好几个月的白虎。 白虎是稀罕物, 由谷言云, 白虎献士, 亦为天下已定, 祥瑞将士。 皇帝如今, 这副身子谷如同朽木, 就算明里暗里制衡, 庸王和太子, 心里也很清楚, 江山总要落到其中一个人手中。 皇帝晚年对于这些深信不疑, 所以太子和庸王来围猎, 目的都只有这只白虎。 太子如今如履薄冰, 这头白虎, 他必须拿下。 殿下为白虎烦忧, 可知那白虎本就是庸王为造势提前做的局。 那头白虎, 殿下自然是寻不出来的, 因为他只会在庸王带着陛下出现时出现。 殿下若要破局, 不妨背上一袋洗净染色的药水。 是白虎还是黄虎, 皆在殿下一念之间。 太子自然是不信的, 但我并没有解释下去, 因为他应当是在最近查出来了白虎是庸王的手笔, 却无法应对。 方法就在这, 只要他敢试, 我扶身, 直接离开。 背后的视线久未消失, 至于那个钉梢的宫女, 应当早就回去报信了, 是以我刚入账子, 就被裴云书扇了一耳光。 你跟太子殿下说了那么多句, 说什么了? 你是不是想勾引殿下? 我摇头, 无脸做害怕状。 姐姐, 我和小娘的性命都在你的手中, 我怎么敢呢? 不过是和殿下说明了 姐姐你秀那个隔带有多用心, 吃了多少苦。 文言, 裴云书的脸色好了很多, 太子殿下还夸你心灵手巧呢? 裴云书高兴极了, 蠢货。 裴光河显然也知晓 我和太子的私下会面, 敏锐如他, 自然不会认为我如今只是单纯给裴云书办事。 原因啊, 见过太子殿下了。 裴云书见裴光河问的是我而不是他, 又不高兴了, 挽着裴光河的胳膊撅着嘴。 爹爹你直接问我就是了, 问这个小蹄子作甚, 又不是他要嫁殿下? 裴光河打着哈哈搪塞着裴云书, 眼神却时不时往我这边撇。 我抿着唇, 似有若无地点头, 裴光河当然急。 他迫切地想知道我到底和太子说了什么,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他不可掌控的事情。 我不动声色地用口行道, 父亲少安无躁。 这一等, 就等来了围猎提前结束的消息。 先前皇帝是和太子雍王等人兴高采烈骑马入林的。 如今回来的时候, 却只见皇帝一脸怒涩, 而雍王神色挥败。 唯有太子神情淡淡, 只是眉宇间难掩意气风发。 无需多言, 定是是成了。 太子骑着马回来的时候, 目光首先往女眷这边扫过来。 裴云淑那些手帕交一个两个都在无嘴打去他, 笑他好福气, 太子时时刻刻记挂着他。 打去的裴云淑羞羞红了脸。 唯有往前迎驾的裴光盒, 在触及太子眼神之时, 回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惊诧不已。 我只脸谋不语。 没过多久, 太子旁边的长室 端着一块极好的白胡皮过来, 赠予裴云淑, 又是一阵艳羡打趣。 趁着所有人恭维裴云淑之际, 那长室途经我身边, 留下一句飞快的话语。 是太子邀我回城亥时, 伺机相见。 亥时, 回城车马暂停驻扎, 裴云淑抱着白胡皮睡得香甜, 我起身避开巡逻士兵, 来到约定好的地点。 太子早已等在那里, 见我出现, 他开门见山, 是只黄虎。 但老四反应还算快, 当机立断, 把所有的过错 都推到了他的一名 心腹户部己事中身上, 直说自己全部知情。 那人成了弃子, 汽车宝帅, 虽然保住了帅, 但失去了在户部的视野, 如同自断一臂, 被勒令回宫禁足一月, 元气大伤。 太子目光如炬, 直直盯着我。 我不动声色地勾唇, 淡淡开口。 殿下若是愿意, 原因可为殿下斩断他所有臂膀。 太子犹豫的时间比裴光盒更短。 你想要什么? 我抬头, 正位东宫。 太子只是淡孝, 孤要与裴家一条心是不错, 但你上头, 可还有裴云书, 她是嫡女。 太子话未说完, 被我淡孝打断, 她可以不是。 太子似乎还想与我拉扯一番, 我却没有那个耐心。 殿下何苦装作对嫡姐一往情深的模样, 你我都心知肚明。 一个头脑简单, 只会撒娇撒吃的蠢货, 和助您平步青云的东风, 袁英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很难抉择的事情呢。 我与太子新赵不轩达成了共识。 他没有再额外多说什么, 也没说会给予我如何的注意。 应该是想看看我的能力, 看我到底能走到哪里。 回京之后, 我立刻求见裴光盒。 裴光盒如今对我不设访, 又怕暴露出什么不一般的, 所以不敢轻易往后宅去, 因此八步的我主动来寻他。 父亲认李不尚书之前, 曾在户部认侍郎多年, 女儿想问父亲, 若是要查找一个平头百姓的户籍, 难不难? 裴光盒看着我, 泰然自若地说出 我出生之前的他这些过往, 已经连惊讶都是淡淡的了。 他没问我的突发奇想, 只是摇头。 这是不难, 我如今有位门生还在户部, 你若是有想法, 我可托他办。 我点头, 那便麻烦父亲。 我需要父亲去寻一位苍州人士的户籍, 他名唤徐秋毅, 户籍应当是已经荒废许久的, 应当多年未曾重新登记了。 我还需要父亲在燕州查找一位名为李秋娘的女孩的户籍, 户籍显示她三岁失踪。 裴光盒低眉思索了片刻, 忽而抬头, 似乎想起了什么。 燕州, 似乎是你小娘的故乡。 至于徐秋毅, 似乎听谁提起过。 我淡笑, 估计是那位孟将军几杯黄酒下肚, 难免在糊涂的时候提过秋毅两个字。 那孟将军续贤那么久, 父亲可曾见过他夫人一次。 裴光盒不明所以地摇头, 听说是他那位夫人身子骨十分弱, 不宜出行。 裴光盒自己说着也觉得不对劲了。 世家大族, 娶个这样的女子当续贤, 说没有猫腻是不可能的。 和户籍有什么关系? 我深吸一口气, 因为那位徐秋毅 是我小娘当年走散的亲妹妹李秋娘。 走失的时候, 只有三岁, 辗转到了苍州, 为人收养取名为徐秋毅, 后来苍州天灾, 他又沦落到了毗邻的险州。 父亲可知那徐秋毅为何不能露面? 我冷笑一声, 因为那是他从险州抢来的, 徐秋娘原是与险州墓共患难的遭康期。 险州墓多年未续贤, 就是不信他已死, 为了寻他。 险州墓不曾发迹的时候, 雍王暗中运作, 替他夺来的, 只是那时候他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夺的人是他日心腹之妻? 父亲觉得这些够雍王吃醉几遭, 没了险州, 他又如何再与太子分庭抗礼? 一条条的消息砸下去, 砸得裴光和同仁都放大了。 他深呼吸了好几下, 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 随后大喜。 好好好, 我这便去户部。 这些时日, 裴光和一直在暗地里 收集关于我那位小姨的户籍材料, 因为年代过于久远, 倒也颇费了一番功夫。 至于裴云书, 还在做着即将成为太子妃的春秋大梦, 日日丝毫不敢倦怠地学着东宫礼仪。 可惜了, 这里只能去阴曹地府里 给阎望行了。 过几日便是黄道吉日, 也是上一世太子妃 册封圣旨下来的那天。 而裴云书也在这一天的前一日, 早早就开始用小娘的性命威胁我, 逼我不要冥结, 不要性命地去替她敲纳灯文骨。 前世我一切乖乖照做, 可小娘还是没有活下来。 这一次, 我会让一切改写, 让风水轮流转。 我依旧诚惶诚恐地答应了裴云书, 直至裴云书满意地离开, 我看向惊慌不已的小娘, 走过去握住她的手。 娘, 如果想活下去, 今天晚上将我教给您的这些话, 牢牢记在心里。 我们娘俩的命要握在自己的手里, 任何人都不能威胁。 小娘虽然一辈子柔弱不堪, 但却在后来告诉了我什么叫女子本弱, 为母则高。 初八, 黄道吉日, 这几日风生群起, 无非就是等到个黄道吉日, 宫里的圣旨就下来了。 皇帝一开始确实是这样想的, 他也满意裴云书这个太子妃人选。 至于太子一直按兵不动, 还是想看看我有没有那个本事。 于是圣旨未下, 口谕先行。 裴云书从来都是个火急火燎的性子, 一到口谕就够了。 他连梯带踹, 让我赶紧滚去皇城寺门口的登文谷。 线下正值人潮络绎不绝的时辰, 他倒是会挑时候。 但前日, 裴光盒已经搜集齐了所有的户籍证明。 他来找我时, 面上带着犹豫与不忍。 原因, 你嫡母他们到底。 我面无表情地打断了他的树中场。 父亲, 古来优柔寡断者, 成不了大事。 是贪图一时风亭浪静, 和和美美, 而后雍王夺嫡成功, 裴家满门随太子不得好死, 还是大意灭亲, 成就一代名下? 父亲, 您觉得呢? 裴光盒就此歇了犹豫的心思。 我来到登文谷前, 吸引了许多不明所以的目光。 那不是裴家的序女吗? 不会是嫡姐要嫁太子, 她心生怨气, 要乱敲灯文谷捣乱吧? 这裴大小结真是可怜啊, 有这样一个不省心的妹妹。 诶诶诶诶, 我劝你别敲, 乱敲可是会死人的。 我没有犹豫, 直接拿着鼓锤猛敲。 周围人退避三舍, 臣女有冤, 请陛下明鉴。 臣女有冤, 请陛下明鉴。 臣女有冤, 请陛下明鉴。 我一连说了三遍, 周围人越退越远。 黄承司的人浩浩荡荡走了出来, 站在台阶上不苟言笑地盯着我, 乱敲灯文谷, 扒皮抽筋也不为过。 拿下。 那些人靠过来的时候, 我迅速拿出了一块令牌, 裴光盒的令牌, 臣女手持加附令牌, 并非无礼取闹, 时乃有冤情, 还请大人看了臣女的壮旨, 再做打算。 放肆。 荒唐。 一派胡言。 裴侍, 你可是昏了头了。 你说孟卿诱拐你小娘之妹, 掳去做了童养席, 还肆意打骂虐待, 何等荒谬之言。 皇帝因为最疼爱的小公主, 微服出游时被诱拐, 最后被奸杀。 对这类事件深恶痛绝, 但凡有一起, 是九族连坐的, 让裴光盒和他那个妾室理事 一起滚过来。 上手的皇帝将壮旨撕碎, 太子不动声色看完, 盯着我似笑非笑, 似乎觉得我这个行为有些令人费解。 但他还是开口, 父皇, 让孟将军和那位孟夫人也一起来吧。 皇帝摆摆手, 表示同意, 我跪在地上, 没有说话, 只等人进宫。 孟将军孟祸先到了, 他一进门, 瑞丽音质的眼神就往我身上瞧。 陛下, 内子身子骨不好, 这会缠绵病榻, 出不了门, 还望陛下恕罪。 只是这诱拐之言实属无稽之谈, 臣与裴尚书多年至交好友, 怎会定是此女撒谎。 就在此时, 裴光河的声音响起, 陛下且听微臣一言。 小娘随着裴光河跪下, 并没有爬起来, 她用怨恨的目光盯着孟祸。 敢问孟将军, 你夫人手腕上, 背脊上是不是都有胎记, 手腕上的形似红月, 背脊上形似蝴蝶。 孟祸瞪大双眼, 你如何知晓? 小娘西行着上前, 对着皇帝声泪俱下。 陛下, 臣妇与妹妹自幼失散, 原以为今生无法再见, 谁知竟让我在京城遇见了她。 我以性命启示, 她手腕上的胎记, 我绝不会认错。 皇帝拧着眉, 看着台下的人们, 手边是李秋娘的户籍。 既如此, 孟卿, 让你夫人堂前对质, 再不计滴血艳亲, 便知真假了。 若是身子不计, 她也要给朕抬过来。 朕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胆大包天。 孟祸似乎十分焦虑, 但她没有办法抗旨。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 有内侍通传, 孟夫人到了。 那孟夫人戴着帷帽, 走一步可两步, 不经意间露出了手腕上的胎记。 太子早就背好了滴血艳亲的用具, 在孟祸心疼与不愤的眼神下, 两个人滴入自己的血液, 不出所料, 相容了。 小娘看着眼前的女子, 不敢上前, 闷声痛哭。 孟祸同样震惊了。 她伏额怒道, 就算你们是姊妹, 又如何认定是我诱拐的她? 我不是在眼周遇见她的呀。 你这简直就是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孟祸握住孟夫人的手。 夫人, 你说, 我们是不是两情相悦, 我待你好不好。 为貌里的人咳嗽了好几声。 陛下, 夫君待臣妇很好, 从未有过虐待, 更未有过诱拐行径。 我忽然打断。 孟将军, 您说, 您不是在眼周遇见的孟夫人, 那么是哪儿呢? 苍周, 还是险周? 孟祸闻之色变, 大惊失色。 与此同时, 殿外传来一声通传。 陛下, 险周墓入京树植, 此刻在殿外求见。 太子挑眉, 用探究的眼神看向我。 对, 是我提前几日向险周放出消息, 说有了他夫人的踪迹, 引着险周墓来的。 但孟祸包括雍王都不知情, 不知晓险周墓的发妻, 名为徐秋毅。 孟祸以为正是来了, 他这桩事就能蒙混过去告一段落了。 但那位险周墓刚走进来, 脚步就停了。 真爱一个人, 那就是无论过去多少年, 都不会忘记他的背影。 险周墓周瑜抖着声音, 喊出了一句, 秋毅。 孟夫人忽然打了个寒颤, 虽然隔着帷幕, 我却能感觉到他的不可思议。 他慢慢转过身, 然后抬手, 掀起了被特赦不用摘下的帷茂。 多年夫妻未见, 再见面, 泪眼婆娑。 孟夫人想走过去, 可他身边还站着梦火。 于是他只能捂着嘴, 一边咳嗽, 一边无声哭泣。 险周墓跌跌撞撞的脚步声响起, 黄帝很明显看出了不对劲。 周青, 这又是怎么回事? 周瑜冲到了孟夫人面前, 他想伸手, 却又怕面前是个幻梦。 阿易, 阿易, 真的是你吗? 八年了, 八年了。 说时迟那时快, 周瑜的拳头落在梦火脸上。 我把你当朋友, 你拐我女人。 殿内的情况一时难以控制, 皇帝叫了很多人才把周瑜拉开。 周瑜平静过后, 向皇帝说明了当年他是如何被告知自己妻子死无全尸, 又是如何不信, 寻了他八年。 而孟夫人被拐走后被威胁, 若是敢说出实情, 定要让他的原配丈夫死无葬身之地。 那时他又怎会知晓自己丈夫如今已是显州一方不可撼动的天地, 于是忍了八年, 判了八年。 配上裴光河找到的那份苍州户籍, 终于表示完全没有错。 而孟祸坐在地上, 傻了眼。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会被发现? 事到如今, 皇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简直令人发指。 来人, 给朕将梦或即刻捉拿。 孟夫人, 不, 应该是李秋娘没了忧患, 终于能和周瑜以及小娘相认。 我握着李秋娘的手声泪俱下, 李秋娘也被感染。 眼泪滴在了我佩戴的香囊上, 散发出一股奇异的香气。 孟家人有很多人遗传了一种病症, 情绪极易受刺激难控制, 从而发狂。 若是用药, 会更快。 片刻后, 孟祸突然爬起来, 揪住了裴光河的衣领子。 裴光河你个数子, 你我好友多年, 你竟然要这样害我, 我跟你拼了。 裴光河被掐住脖子, 但孟祸很快被擒拿。 御前行凶, 还是朝廷命官, 孟祸做的每一件事, 都踩在皇帝的雷点上。 这个时候, 周瑜出来给了他最后一击。 臣回京述职, 本是想向陛下说明, 显州贪末之事, 臣已查明, 萧平萧阁老, 乃是被冤, 至于真凶, 乃是孟将军。 兴许是想杀臣灭口, 便可高枕无忧了。 周瑜又是一通 有理有据的说明。 皇帝深呼吸片刻, 最终冷笑, 不必捉拿了, 送死牢吧。 朕要诸了孟家九族, 天子一怒, 浮尸百万, 流血千里。 这次, 他照样没有放过外嫁女。 裴云书在家中等圣旨, 等得不耐烦了, 正要遣人去寻我时, 黄承司的兵马 闯入了尚书府。 谁都没动, 只拖走了裴家 唯一一个姓孟的, 我的嫡母。 嫡母大喊大叫, 裴云书惊慌失措, 拦不住人的时候, 我带着赐婚的圣旨回来了。 裴云书上前, 一把夺过了圣旨。 我是太子妃, 我是未来皇后, 谁敢动我娘。 她着急忙慌地摊开圣旨, 想在上面找寻自己的名字。 可上面只有裴云英三个字。 裴云书呆住了, 她抬头看我, 很长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而我闲适地将另一道圣旨塞给她。 裴云书, 这才是你的。 那是朱孟家九族的圣旨。 裴云书忽然就发了狂。 他尖叫着, 哭喊着, 将圣旨砸在地上。 我不信。 啊,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黄诚思锦衣为统领, 眯了眯眼睛。 不敬圣旨者, 杀无赦, 带走。 裴云书再怎么挣扎, 也都是无用功。 被拖走的时候, 他瞪着我, 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的模样。 裴云英,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没看他。 你太蠢了, 跟你解释我做了什么, 我会很累。 裴云书摇头, 我要见殿下, 他被迷惑了, 他那么喜欢我, 我是太子妃, 我才是太子妃, 我抬起他的下巴, 喜欢, 吃, 猪一样的脑子。 裴云书最终被拖走了, 我这灯蚊鼓一敲。 替太子除掉雍王的左膀右臂, 周瑜已然猜到 梦获没那么大的本事, 瞒天过海, 那边是雍王, 加上李秋娘和小娘的血缘关系, 她不会再效忠于雍王。 还替萧平沉渊昭雪, 洗脱冤屈, 太子也得以宽慰。 我的小娘, 因为我的缘故被破格扶正, 成了正妻。 我入主东宫的那天, 太子挑开我的盖头, 似笑非笑, 得偿所愿了。 我摇头, 她以为我的愿望是成为太子妃吗? 不, 还有人没死。 谁? 雍王, 周瑜, 以及, 裴光和。 雍王, 前世裴家满门抄斩的时候, 她看上了我小娘, 同样的招数满天过海, 最后掳走折磨致死。 所以我选择了太子, 而不是她, 她该死。 雍王姑明白, 那周瑜如今是你的小姨父, 至于你父亲。 我不嫌不淡地瞥她一眼, 殿下以为, 显州最大的渡虫是谁, 京城最大的渡虫又是谁。 裴光和可不是什么清官, 太子择了一声, 裴元英, 你心真狠, 谬赞, 不够狠活不到现在, 她日孤若不合你意, 你当如何? 我没回答她, 但答案是, 一样得死。 我手中他们不知道的秘密, 还有很多很多, 不主动作死, 便可相安无事。 如果一定要挑衅, 死的绝对不会是我。 故事二, 顾承业又养了一个外事, 如今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当我第一次发现她养外事的时候, 我跟所有的正妻一样, 打着为夫君鸣声着响的旗号, 把那个女人打杀了。 而顾承业掐着我的脖子, 红着眼说, 你竟敢害渺渺。 我毫不畏惧, 巨傲地看着她, 为何不敢, 她敢勾引我夫君, 就应该想到自己的结局。 我知道她不敢杀我, 果然, 尽管她恨毒了我, 也还是憋屈地松开了手。 但是她从此再也没进过我的院子, 明目张胆地在李家巷又养了一个女人。 这一次, 我学乖了, 直接带人把女人带进了府。 我收到消息, 顾承业去了李家巷后, 就坐马车等在隔壁的巷子里。 她一出外室的小院, 接到消息的我, 立即下车躲在墙角看着她骑马走远。 我抬手戴上帽子, 带着人靠近那个小院, 猛地抬脚把门踹开。 门房是个老头哆哆嗦嗦地来阻止, 你们是谁?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 我置若罔门, 伸手把人推开。 气场十足地登堂入室, 彼时那个女人正在沐浴, 吓得花容失色, 双手护着胸前, 缩在玉桶里尖叫, 你是谁? 怎么进来的? 我背着手围着玉桶打量了她一番, 蹲下身, 伸手勾起她的下巴, 的确长得够美, 看看这一副我见油帘的样子, 果然勾人。 她羞愤地转头,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家郎君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 我停顿一秒, 收回首站直, 郎君, 是你家的郎君吗? 我讽刺地反问。 她脸色瞬间惨白, 似乎意识到什么, 色力内忍地说, 郎君说我就是她心里唯一的气。 我抿了抿唇, 低头屈着她, 叫什么? 奇妙。 她设于我的气势, 弱弱地回答。 我文言一愣, 随后仰头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你, 你笑什么? 她惊惧地问。 我笑容一顿, 掀起衣摆, 抬脚搭在浴桶上。 小妹妹, 你知道曾经住在这里的女人叫什么吗? 她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不明所以地摇摇头, 就叫淼淼。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 那你又知道她人哪去了吗? 她接着摇头。 我伸手撑在浴桶上, 云淡风轻地说, 她死了, 被我叫人打死的。 谁叫她勾着我夫君, 还蛊惑她休妻呢? 我想起她的上一任外事。 眼神渐渐迷离起来, 喃喃自语般地叙述 关于顾承叶与顾淼之间的故事。 她的前任外事就叫顾淼, 是顾家的养女, 她们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孤男寡女自然就产生了不一般的感情。 可是顾府顾母却不同意她们在一起, 一个是因为身份, 其次自然是想要王府的势力。 于是顾母悄悄把顾淼送去了偏远的庄子上, 自生自灭, 还替她求娶了我, 可在远的距离也挡不住相爱的两人。 顾承叶找到了顾淼, 还把她接了回来安置在李家乡。 他们俩在这里做尽一切男女之事, 甚至, 说着说着, 我的眼泪也一串一串地落了下来。 呵, 她起了歹心, 我自然留她不得了。 我擦擦眼泪, 看见奇妙满脸的伤心难过愤懑, 最后被我的样子吓得瑟瑟发抖, 带着哭音说, 你, 你不要杀我, 我, 我也是身不由己。 我抬手抹掉眼泪, 闭了闭眼, 你放心, 我不杀你, 不仅不杀你, 我还要接你尽服, 给你名分, 从此我们就是好姐妹, 要一辈子守望相助。 说着, 我不顾她的反抗, 朝门口走去, 一招手, 伺候她穿好衣服带走。 我自己则迅速地离开小院, 跳上马车回府。 一日一早, 我就喝了她的妾食茶。 从此, 她就成了七姨娘, 顾承业的第一个妾食。 她跪在我面前举着茶碗, 我坐在椅子上, 自顾自地挥着团扇, 旁边的嬷嬷讲着我制定的妾室手册。 奇妙跪了很久, 在她双手颤抖, 就快把茶碗摔出去的时候, 我睁开眼睛, 接过茶碗, 轻敏一口放了下来。 就在这时, 酒未进我屋子的故城夜走了进来呀。 奇妙看见她就跟看见了救星, 楚楚可怜地看着她, 气宛地喊了一声, 郎君, 顾承业看着我的眼睛冷得渗人, 浑身散发着骇人的气势。 我这小院瞬间变得安静无声, 下人们都吓得大气, 不敢喘一下,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她会发火的时候。 她却只拉起奇妙, 淡淡地说, 王元娘, 你休想再伤害我心爱的女人。 我文言一正, 昂起头看她。 可以呀, 只要你不去见她, 我保证绝不伤害她, 还好吃好喝供着她。 如何? 王元娘, 你别太过分。 她搂着奇妙, 立合。 我看着浮在她怀里, 抖着肩膀哭泣的美人, 鹅脚的青筋跳个不停。 她伸手轻抚奇妙后背, 低声轻哄了几句, 随后冷冷地说, 王元娘, 你最好安分些。 只要你不见她, 我肯定安分。 你她瞪我。 我眼睛比她瞪得还大, 我们两人就这么无声地对峙着。 最终她败下阵来, 松开奇妙, 如你所愿。 说完, 她头也不回地离开。 奇妙追上去想拉着她, 郎君。 可顾承叶并未理会, 甩着袖子离开。 而奇妙被我的人拦住了去路, 她站在一边哭了起来。 我则痴笑一声, 看见了吧, 这个男人不爱你, 他最爱的是权势。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低垂下眉眼不吭声, 哭声也越来越小。 我挑眉, 看来你知道, 我乃定安王府的嫡女, 康德郡主。 这偌大的顾府, 离了定安王府, 在这京都城就是个末流, 就要被人处处排挤, 连她那无品小官都坐不安稳。 替身就是替身, 她不可能为了你与我作对的。 我不嫌不淡地说, 奇妙闻言, 哭声又渐渐大了起来。 够了, 凡人。 我一拍桌子, 伸手揉着眉心, 奇妙下的一抖, 忍着哭声唾弃着。 我摆摆手, 把她带走, 安置在水波院, 那里四面环水, 挺适合她的, 秒吗? 就是需要水。 我话音一落, 身边的张嬷嬷立即吩咐下人, 把她拖走。 嬷嬷, 你也下去吧。 张嬷嬷告退出去, 帮我关上门, 我闭着眼歪在床上。 我今日如此做, 顾承业必定更恨我了, 她恐怕以后再也不会踏进我的院子了吧。 这样也好, 一个人的小院, 再也不用伺候男人了。 每次来这里, 都要给她更衣梳头, 还要卖力地伺候她那个已经烂透的身体, 我早就厌恶透了。 可我失策了。 晚上, 她竟破天荒地来了, 本来像喷喷干饭的我, 瞬间没了胃口。 但是我也不能把人赶走, 只好勉强起身相迎。 夫君, 你来了? 用完饭了吗? 她看着我, 慢慢地走过来, 坐在我对面, 皱着眉看着一桌子的残羹冷制。 夫人不该等我来 再用饭吗? 呵, 我闻言气笑了, 没接到一点通知, 我如何等她, 难道她不来我也要每天恭候着? 你喝多了, 酒还没醒吧? 张嬷嬷, 给老爷端一碗醒酒汤。 我扬声喊道, 才不惯着她。 哎, 张嬷嬷马上去准备。 她抱着手臂搁在桌上, 抬眸阴折地看着我好一会儿。 我也不甘示弱, 瞪着眼睛看她, 你还有什么需求, 我一次性满足你。 王元娘, 我真是小看了你。 我擦擦嘴, 笑了一声, 哪里小看了, 我低下头看了看。 自从生了儿子, 我好像不小吧。 她仰头笑了, 别拿儿子说事。 她不是你稳固地位的工具, 我的地位还用稳固吗? 我反问她, 你难道敢修我, 敢宠妾灭妻, 你连女人都不敢内进府, 只敢偷偷养着, 还觉得我会想方设法 稳固自己的地位。 她闻言, 脸孔一僵, 那你为何急吼吼地 去李家乡, 把人接进府? 我只是不想成为贵圈的笑话, 被人说男人都看不住, 就喜欢偷吃。 放心, 这个美人我会好好养着, 只要你不见她。 我故作大方地说, 气得顾承叶脸色铁青, 差点先捉, 最终还是隐忍地起身离开。 张嬷嬷端着醒酒汤过来, 老爷还喝吗? 不用了, 撤了吧, 我洗漱休息了, 应付她, 真费劲, 一夜无话。 顾承叶虽然生气, 但是还是听话地 没去找齐渺, 仿佛完全忘了自己 还有一个美妾。 而齐渺整日 在水波院以泪洗面, 有时候也生气摔东西, 我都由着她, 反正她屋里的东西 都是顾家库房里的老物件, 不值钱的。 直到我又收到消息, 顾承叶在李家巷又养了一个外事, 这次那女子叫承苗, 长得与顾苗颇为相似。 我第一次在胭制铺看见她时, 还以为顾苗没死, 活着回来了, 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根本不是, 这个承苗比顾苗年轻四五岁, 估计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 还未急急的少女, 没想到顾承叶也吓得去手, 真是昏宿不济。 我只感叹了一声, 就不再关注她, 只要她安分守己, 我也懒得盯着她不放, 反正顾承叶爱养外事就养吧。 管她啥名声, 啥喜好, 与我有什么关系。 可在路过承苗身边的时候, 我瞄到她轻浮小腹的手, 心头微正, 还是出生了, 莫非你怀孕了? 承苗手一顿, 转头看我一眼, 迅速低下头, 没有。 你答得太快了。 我笑了起来, 怀孕是好事, 不如你也跟我回府吧, 安心生下孩子。 不, 这位夫人不用了, 我有郎君的。 你的郎君不就是顾承叶吗? 我是她正妻, 替她安置后宅本就应当应分的。 不, 我不去。 她当街闹了起来, 我却充耳不闻, 吩咐押换婆子, 带走, 小心些, 别碰着她肚子。 要是孩子有个闪失, 本郡主拿你们试问。 说完, 我爬上马车离开。 后面坠着被下人架着的承苗, 别人问怎么回事, 张嬷嬷就把承苗的身份宣扬一遍。 承苗抹着泪哭得凄惨, 有不少人同情她, 但大多数是那些怜香惜玉的男人。 作为正妻, 那些女人都唾弃她, 还往她身上扔菜叶子。 一路上, 像压戒犯人一样, 我带着人浩浩荡荡地回了顾府。 顾承叶脸色铁青地冲出来把承苗搂进怀里。 王元娘, 你竟敢如此羞辱苗苗。 她肚子可是由我顾家的种。 苗苗, 我轻叹一声, 顾承叶, 你每次叫着苗苗上的这些替代品, 你心里还有顾苗的位置吗? 我伸手一指她的胸口, 发出灵魂拷问。 她微微一正, 脸上闪过一抹痛苦, 随即转变为对我的怨恨, 是你, 是你害死我的苗苗。 我摇摇头, 不, 害死她的人是你。 本来她可以逍遥自在地活在那个村子里, 你非要把她找回来, 还把她捐进在那个小院里。 我冷声说, 你胡说, 是你把她活生生打死了, 她死得好惨, 你太狠毒了。 她搂着摇摇欲坠的承苗指控我, 也对, 毕竟是我下的手。 我笑看着承苗身下的血, 真不耐造, 这样就不行了。 顾承叶低头一看, 吓得一把抱起她进府, 快点叫大夫, 把腹衣请过去给她诊治。 我吩咐张嬷嬷, 随即跟着她进了前院。 她可真痴, 竟然不嫌弃孕妇小产污惠, 她还拿布巾给她擦汗。 我神色恍惚了一瞬, 曾几何时, 她也是如此悉心地呵护怀孕的我。 那时候, 我们刚成婚两个月, 我就幸运地诊出了喜脉。 她高兴坏了, 抱着我说一定会对我们母子好, 把她的所有都贡献给我们。 新婚之时, 我们也有过恩爱甜蜜的时候, 她也曾经是个爱我爱孩子爱这个家的好男人。 我还一直以她对我好为荣。 她要是一直那样下去多好, 可事实却是她根本不爱我, 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叫她的父母放下警惕, 只为了能打探出顾淼的消息。 还真叫她打探出来, 而且还是我帮的忙。 一开始, 我不知道顾淼是她的养妹, 一直以为是亲妹妹。 她跟我说, 顾淼犯了错被爹娘送走了, 她作为大哥想去看看她, 可不知具体的位置。 于是我这个傻子就帮她去跟婆母打听了。 婆母不想说, 可嫁不住我吃馋, 又顾及我的肚子。 当然, 婆母可能也出于对顾淼的疼爱, 毕竟养了十五年, 总归是有感情的。 又想着我们小夫妻感情好, 顾淼犯应该不至于乱来就告诉我了。 顾淼犯得到消息, 欣喜若狂, 比知道我怀孕还要高兴。 我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 可随即又觉得自己小肚鸡肠, 她找到妹妹高兴, 我怎能如此不懂事呢? 可自从她去看过顾淼以后, 就经常夜不归宿。 一开始我没当回事, 以为她是公务繁忙回家晚怕打扰我休息, 就歇在了前院。 后来, 我半夜抽着空端着鸡汤去前院找她, 才发现她压根都没回来。 我问侍卫, 老爷最近都没回来住吗? 得到的自然是肯定的答案。 我内心疑惑, 她的工作不可能这么忙, 忙到几天几夜不归家。 一心生暗鬼, 我就派人偷偷跟踪了她, 然后很快就发现了她不寻常的行踪。 一开始, 我发现李家乡里住的是顾淼, 还没觉得不妥, 不过是把妹妹安置在那里, 就是有些疑惑, 既然接回来了, 为何不回家? 直到我亲眼看见她们抱在一起, 壮若情人, 我才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我气势汹汹地找婆母问, 顾淼到底是因何被你们送走? 婆母眼神闪烁, 敷衍地说, 就是与人私通, 我们觉得丢人才把人送走的。 私通的对象不会恰好是顾承叶吧? 我直接甩出这句, 婆母惊地跳起来, 你胡说。 胡说, 她如今把顾苗养在外面, 两人在那个小巷里搂搂抱抱, 还不知做了什么。 我摇摇头, 你们顾家太脏了, 亲兄妹呀! 我不敢相信, 我的夫君竟然喜欢自己的亲妹妹, 乱了刚常伦理, 此事若是被御使知道, 她就别想做官了。 我捂着有些难受的肚子, 甩袖离开。 不是的 婆母突然出声 他们不是亲兄妹 哦 你说不是就不是 我讽刺地转头看她一眼 欲盖弥彰 是真的 她是我妹妹的孩子 因为妹妹未婚生子才 放在我膝下养的 为了保全妹妹的名声 婆母贪坐在椅子上 叹了口气 是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 当然也没有瞒着的必要了 顾淼虽然是我妹妹的孩子 我却是把她当成亲生的一样对待 可我没想到 她会跟叶儿发展出那样的感情 为了斩断他们之间的感情 我才把人送走 郡主 你就饶了他们两个这一次吧 我保证顾淼再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我冷笑一声 她已经出现了 就永远不会消失 除非她死 说完 我转头离开 于是第二日 顾成业上职的时候 我带着一帮人冲进了李家巷 顾淼被压在我脚下 我伸脚勾起她的脸 敢跟我抢夫君 你是第一个 还有什么遗言吗 顾淼却不卑不抗 淡淡地说 我不想死 你给我一笔钱送我离开 我保证从此消失 再也不会出现 我有些意外 在屋里转了一圈 最后看了看挺起来的肚子 罢了 就当给孩子积德吧 可是只要你活着 我就心难安呢 我漫不经心地说 顾淼也决绝 拔下头上的 发簪在自己脸上 划了深深的一道血痕 这样可以吗 我暮色沉沉地 看着她好一会儿 直到她忍痛皱眉 看来你还是个性情中人 实时误者为俊杰 本郡主欣赏你 我伸手从张默默那 接过一张千两的银票 给她 走得越远越好 至于你的尸体 我会做得天衣无缝 顾淼走了 我让人去一桩 找了一具新鲜的尸体 身形与顾淼颇颇相似 我找了厉害的易容师 把她易容成了顾淼的样子 扔到了乱葬岗 顾承叶发现的时候 身体已经被野狗吞噬得差不多了 不过看脸还能看出顾淼的样子 所以我猜顾承叶如今是恨毒了我的 可是我也早不期待她的爱了 她对我什么感觉真的无所谓 她爱顾淼也不过如此罢了 一次次找女人做替身 真不知道她爱的是顾淼 还是以顾淼之名贪图那些年轻貌美的身体 成淼的孩子没有保住 顾承叶气的双眼通红 浑身带着血腥味的从屋里走出来 看着我的眼神能吃人 王元娘 你该死 她红着眼冲出来 想掐我的脖子 被我身边的暗卫行风 一把攥住手腕 放肆 松开 她怒吼着 行风纹丝不动 我的主子是郡主 不需要听你的命令 滚开 郡主都是我的 你自然也是我的 顾承叶仗红脸 色力内忍地说 我扑痴一声笑了出来 顾承叶你脸真大 真以为娶了我 就能主宰我了吗 我是二品的郡主 你只是个无品小官 要不是你爹曾经有些能耐 救了我父王 我怎么可能下嫁 那又如何 你下嫁了 就该事事以我为先 服为七纲 男尊女卑 我眼神一冷 抽出鞭子 顾承叶被行风牢牢地钳制住 动弹不得 你要干什么 他愤怒地问 我甩着鞭子 恶劣地笑了 今日我就要教教你 我和你之间 谁为尊 谁为卑 说话间 我一鞭子抽在他的脖子上 只见他的脖子上 出现一条深深的血痕 啊 王元娘 你大逆不道 我反手一边抽在他的嘴上 他吃了一嘴的泥 呸呸 你 啊 我压根不给他喊的机会 一遍又一遍地抽在他身上 直到我的手累了 我扔下鞭子走过去 抬手抓住他的头发 强迫他抬头看我 知道谁为尊 谁为卑了吗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会遭报应的 你看看清楚 我这恶毒的嘴脸 记住了 都是你把我变成这样的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成亲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善良单纯 对未来充满期待 还小意体贴的女人 只要你对我稍微好一些 我就高兴地像个孩子 可如今 我看见你的笑 只会想着你是不是 又想着算计我 他恨毒了我的狠辣 我何尝不恨他 利用我算计我 把我的真心踩在脚下 我看着像一条死狗一样 趴在地上的难 你已经没用了 我们结束了 我连夜带着人撤出了顾府 幸好儿子早早被我送去了 华阳山上修行 就怕他被这样的父亲影响到 可我没想到 顾家竟然这么无耻 去华阳山接回了儿子 用儿子威胁我回去 郡主属下去抢回小公子 行风说 不用 我嘴角勾起邪魅的笑容 既然顾承夜还想完 我陪陪他又如何 我回到顾府 五岁的儿子顾颖阳 跟我有些疏离 但是客气有礼 着实可爱 我爱不释手地 享受了几日天伦之乐 母亲 我遇到了顾淼姑姑 把她带了回来 小景阳小心翼翼地说 我都听姑姑说了 您想怎么做随便您 我支持您 我欣慰地笑笑 伸手揉揉她的发顶 大人的是 你莫操心 既然她回来了 就回来吧 反正顾承夜那个男人 我也不稀罕了 再次见到顾淼 还是在同样的小院 她开门看见我 很吃惊 不请我进去坐坐 她连忙让开 我走了进去 到处转了一圈 倒是简朴了不少 我一个人住 就不要那么华丽了 我转身看着她 为什么回来 她眼神闪烁了一下 苦笑一声 我快死了 啊 我惊讶地看着她 怎么了 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 大夫说 没救了 顾淼仰头捂住眼睛 悲苦地说 我想死在熟悉的地方 哪怕这里有让我惧怕的人 也无所谓了 摩摩 你去请太医 你不信我 我摇摇头 不是 找太医看看 也许还有救 现在的我 与五年前的 我已经不一样了 我觉得你在哪里都无所谓 顾承夜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她留下两行青泪 谢谢 顾承夜知道吗 顾淼摇摇头 我没说 请你也别说 我想平静地走 我想了想点点头 太医来看过 也摇摇头 郡主 此女的病要食无医了 还能活多久 最多月余 送走太医 我看着顾淼 忍不住同情她 回家吧 死在顾家 至少不用孤零零地 死在这个小院里 顾淼摇摇头 我不想死在顾家 不想再背着顾家女的身份 那让我觉得 自己很脏 我很可笑对不对 竟然还想干干净净地走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嬷嬷 你留下照顾她一段时间吧 好的 郡主 张嬷嬷是我心腹 就当我最后送她一程吧 只是 我没想到 她最后死得那么决绝 竟然选择纵火而亡 李家乡失火的时候 我也着急地往那边赶 可顾承夜更着急 骑着马狂奔 还说她是父母官 就该为百姓赴汤蹈火 我看着她急匆匆离去的背影 笑了 那你注意安全 别忘我和孩子在家里等你呢 知道了 她应了一声 头也没回 仿佛是真的去为百姓服务了 我却在接到张嬷嬷之后 转身离开 顾淼呢 还在火场里 她说要等她的叶哥哥 哼 我笑了 真是个妙人 顾承夜去了火场 彻夜未归 一日 金赵尹的人来报 顾家兄妹双双葬身火场 婆母捂着胸口倒下了 我亲自去确认尸体 看见她腰间配着的玉佩 头上的玉冠点点头 确实是 郡主节哀 我低头抖着肩膀 捏着帕子捂着脸 嗯 我 我怎么如此命苦 伤心不过零秒 随后 我走到顾淼身边 做一对鬼夫妻 也不错 今生走好 下辈子别再遇到我了 我真的不想插足 别人的感情的 特别是你这样的女人 我其实挺想和你 做一对好姐妹的 好姐妹的